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经常困乏无力,四肢沉重, 早上起床艰难,刷牙干藕, 口干口苦,上个厕所发现小便黄赤, 大便堂薄,一照镜子看到自己容颜憔悴, 皮肤黯淡无光,没有精神。 一日三餐,总有食之无味, 吃不下饭的时候,时常消化不良, 胸闷心烦,腹胀反酸。 明明吃得不多,身体却愈发变得虚胖走形, 小肚难越来越大,偶尔还有湿疹, 皮肤干痒,细细回顾,感觉很可怕。 但到了医院检查, 医生却查不出什么疾病, 也没有什么好的对策, 只能针对症状开一些药, 但收效甚微。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湿气惹的祸。 湿气是万恶之邪, 常引起全身不适, 内伤五脏六腑, 引起脾胃虚弱, 肺弱, 肾虚, 在外则表现为口干口苦, 头晕头痛, 皮肤油光, 湿疹泛滥, 全身肌肉关节痛, 满脸长痘, 肥胖水肿等等, 千寒一除, 一湿难去。 中医最怕失邪, 认为千寒一除, 一湿难去, 湿性粘着, 如油入面。 他一伤阳气, 阻气肌, 粘制缠绵, 像牛皮糖一样难以踢开。 他伤人隐蔽, 初期没有明显症状, 但渗透力强, 可逐渐使五脏失调, 失邪不去, 吃再多的补品, 药品都如同隔靴搔痒, 隔山打牛。 生活中很多人患上了脂肪肝, 哮喘, 高血压, 痛风, 心脑血管等疾病, 甚至恶性肿瘤, 其实这些病都和失血有关。 我国江苏的如高县, 是世界著名的长寿村, 而如高县老人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于他们独特的饮食习惯, 不仅吃的清淡, 还特别喜欢饮用龙须水, 并将长龙须的果实, 放到水里仔细粘膜, 一起喝下去。 其实, 这龙须指的就是玉米须, 其性味肝、 淡、 平, 可平肝力胆, 消肿力尿, 辅助缓解水肿, 高血压, 小便不利等问题。 顾民间一直流传着 一根玉米须, 堪称二两斤的说法。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两种 有益健康的玉米须食疗法。 一, 玉米须泡水喝, 驱失消肿。 随着冷空气的来临, 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 此时人体更易受到失血的侵扰, 出现舌苔后腻有齿痕, 身胖体重, 胸闷顽痞, 小便量少不畅, 大便粘腻吸糖等湿气重的症状。 针对这种情况, 可用玉米须泡水来帮助消肿驱失。 材料, 新鲜的玉米须, 每天的用量要达到100到200克, 而干的玉米须, 用量则要50到100克。 做法, 将玉米须洗净, 并加入5到7倍的水, 约500毫升, 煮15分钟即可。 二, 玉米须加绝明子, 加菊花, 附控三高。 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林主任医师, 曾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了一款 能够辅助控三高的养生茶, 由玉米须、 绝明子和菊花三味药材组成。 其中玉米须能帮助调节血压血脂, 绝明子有平干浅阳, 消枝降枝的功效。 菊花可清干明目, 三者搭配在一起, 辅助控三高的效果更加倍。 三, 山药加木耳。 除了玉米, 山药也是常用的驱湿神器。 冬季天气寒冷, 大家常吃的一些食物都是比较温和滋补的, 不但可以调理脾胃, 还能驱风除湿气。 而且营养师大乔说过, 山药的药用价值很高, 它所富含的黏液蛋白、 维生素, 能够有效地去冷风、 止腰痛、 消散湿气, 还具有止咳化痰的作用。 材料, 山药200克, 木耳, 水发5克, 葱一小段, 花生油20克, 胡萝卜丝适量, 精盐2克。 做法, 山药洗净去皮切薄片, 山药放入烧开水的锅中烫一分钟, 捞出过一遍凉水, 黑木耳提前用凉水泡发, 锅中倒入油烧热后, 倒入葱花爆香, 倒入山药片翻炒均匀, 倒入木耳炒匀, 加盐调味即可, 最后装盘撒上胡萝卜丝。 施邪为例, 首先要分清外施、内施, 外施就是自然界的施邪, 内施即为人体内的施邪。 外施源于气候, 冬春季是湿温初起时节, 若气候变化大, 气温较高, 雨水明显比往年更多, 容易使湿气熏蒸, 所以外施比往年更厉害。 外施可内传脏腑, 亦使人有头疼, 身重, 胸闷不恶, 汗沾, 四肢困倦, 不清爽之感。 不良饮食, 引起湿热内盛, 湿血组织。 天气稍微一热, 很多人开始吃冷饮, 凉菜等寒凉植物, 甚至偶尔还会吃点冰激凌, 殊不知, 这会进一步加重寒湿, 使体内的湿血堆积得更多, 更快, 蓄势待发。 通常, 体内有湿气的人会有身重乳果, 食欲不振, 腹胀等湿血组织的症状。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喜欢吃烤肉, 大排档, 火锅等辛辣饮食, 更易引起湿热内盛, 出现口苦口黏, 舌苔黄腻, 上火, 皮肤干痒, 胸顽皮闷, 头脑不清醒等症。 食人酒湿, 自测湿气体质, 食气不分体质, 男女, 老少, 随时都能趁虚而入。 所以有食人酒湿一说, 有些人食气较轻, 没有明显症状, 但他会埋伏在体内, 伺机行动, 当食气只增不减, 或与热寒等交织时, 就会在身体中找各种发泄的出口, 并以各种症状表现出来。 一, 头发爱出油, 面部油亮, 一起斗。 二, 大便粘质不畅, 小便浑浊。 三, 面色淡黄发暗, 胸闷乏力, 试睡之肿。 四, 小腿肚子常发酸, 发沉, 身体困重。 五, 睡觉流口水, 起床时头发昏, 耳内湿。 六, 小肚子变大, 体型肥胖, 人懒不爱动。 仔细对照以上情况, 如果你有一到两条以上相符, 就说明已经是顽固性湿气了, 趋湿条理刻不容缓。 每天三分钟, 轻松驱湿。 随着湿气危害被大家所认知, 很多人采取了各种方法来驱湿, 但总感觉效果不明显。 其实, 无论男女, 普通湿气人是感觉不到太多症状的。 一旦出现了湿气的某些症状, 就是顽固性湿气的表现。 采用一般的驱湿产品, 很难有效。 除了上面所讲述的 食用的龙虚驱湿法之外, 还有其他方法值得我们关注。 一, 驱湿先调皮, 皮好驱湿墙。 中医驱湿早就有了严密的逻辑和方法。 皇帝内经认为, 皮主运化, 根除湿气, 关键在脾藏。 所以湿气轻体, 必然先调皮胃, 以健脾养胃, 瀝水渗湿为主。 皮胃好了, 人体自身的排湿能力, 驱寒能力自然就变强了。 要养皮胃, 只有将温皮, 理气有机的结合, 才能食补、 蟹相得益彰, 有效驱湿。 我们知道红豆一米, 龙虚法可驱湿, 但熬煮麻烦, 体质不合或用错原料, 只会加重湿气。 也就是说, 除了龙虚法, 还需合理、 周全地添加其他食材, 讲究君臣佐食, 消除湿气的主要病因, 并辅助改善其他症状, 提高整个机体的功能, 合力抵抗湿气, 才能达到更好的平衡, 快速驱湿的状态。 天然食材, 轻松根除湿气。 红豆一米芡石粉, 采用了中医里药食同补的原理, 在红豆一米的基础之上, 选用山药、 茯苓、莲子、 芡石四种倒地食材。 科学配物, 使其性质更为温和, 平性, 可长期食用, 又有健脾、 益气、 温中、 礼气、 驱湿之效, 可合力调和五脏六腑, 根除湿气的同时, 修复受损。 一米, 沥水渗湿, 健脾味, 清肺热, 止泻泻。 红豆, 行血补血, 健脾驱湿, 沥水消肿。 山药, 补皮养胃, 生精易肺, 补肾色精。 福灵, 沥水渗湿, 健脾凝心, 固精消肿。 莲子, 补皮止泻, 易肾色精, 养心安神。 嵌食, 易肾固精, 补皮止泻, 除湿止带。 看了湿气的危害后, 我们要更加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爱护我们的身体, 防止湿气入体, 用上述的方法细心照顾自己, 健康养生, 我们才能收获一个健康美好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